原民會主委曾志勇今年10月出席帛琉國慶 由於文化語言背景相似 鞏固了我國與南太平洋友邦情誼 不過近日立法院審查原民會明年度預算 卻有立委質疑原民會編列50萬元 協助帛琉與自此點編轉 目標及具體方案不明 引起在野黨放大檢視難倒業務 中規處你還是回歸到 你本業務原民會請你回歸到你的本業務 尤其上次主委你說你到帛琉去宣布 你要幫帛琉的人弄辭典 在野黨原民立委質疑 負責國際業務的綜合規劃處 還要負責原住民族相關法案擬定推動 人力資源不足之下 讓許多原民自治等權力擱置 不過也有立委指出 在南島外交中 原住民族扮演角色相當重要 我去了紐西蘭 那在當地的我們的這個代表處的人員呢 多次想要邀約 毛利的這個國會議員 他們怎麼約都約不到 但是我去一天就搞定這個事情 其實他們很多的習慣跟我們是幾乎一樣的 例如他們也是無記不足 可是各位知道嗎 其實我們的南島朋友 他們很多其實對華人是有戒心的 而原民會主委則回應 原民會的角色能夠補強外交部在南島領域中不足的地方 同時促進部落文化交流 我們可以請當地的原住民到我們台灣來 進入到我們原住民的部落 我們也有帶來過部落裡面 來好好的大家對產業的發展 對整個接待的接待 怎麼樣來做更好的一個互動 我們都可以長期來互動 到底要前三還是說還是說這個預算之用的說明來去做調整 不過這樣的理由還是有立委部買單 並指出許多執行計畫與外交部 甚至文化部業務疊床駕屋 因此原民會明年度攸關南島業務預算 全數保留等候協商 有些興奮阿斯卡阿華部落力量立法院採訪報導